随着二财政策开放 河南心态一高的17岁学生余文言家中添了一个小妹妹 为缓解父母,照顾妹妹的劳累 余文言和同学在普通婴儿车的基础上 自行编程,利用声波传感器,温度检测模块 远程手机监控制造了一款智能开启玩具,彩灯,音乐 模拟人工拍斧的安抚手臂哄婴儿车 让亲妹妹做实验,妹妹开心,父母放心 第二个功能就是家长如果要拍打小孩的话 经常拍打小孩会感到劳累 我们有一个机械手臂,可以代替这个作用 可以安抚宝宝 还有第二个作用是一个玩具 可以旋转的一个玩具 可以和小孩互动,可以宝宝互动,扶小孩玩 还有第三个是家长可以录一些 录一些自己唱的那种摇篮歌,摇篮曲 或者找一些比较轻满的音乐 播放给宝宝听 还有第四个是一个温湿度传感器 当那个尿不湿或湿的时候 或者你不能时时刻刻的知道 他什么时候或湿要给他换 可以通过检测到他的数据 然后通过那个灯的亮起来提醒家长 再换尿不湿了 余文言介绍,这款智能哄婴儿车 利用声波传感器温度检测模块 远程手机监控 结合婴儿哭闹,大小便等 可实现智能自动安抚功能 并且他的妹妹已亲自试验过 我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妹妹 然后我看到我的父母那么劳累 我就想能不能减轻一下家长的负担 所以我设计了这款婴儿车 然后可以帮助减轻父母的负担 这个试验怎么试验在谁身上是 我再里面算一下 他笑得很开心 就会为了笑 很惊喜 我们放心 其实其实很安全 没有太多的问题 你能尝试很多事 余文言表示 未来希望能把哄婴儿车实现量产 给更多人带来便利 家里八女生能给我带来非常多乐趣 能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能给大家生活 带来很多的便利 我想就是把它最好能扣出事 因为现在还没有出现这台婴儿车 能减轻家长负担